這個週末其實大家都在談 尾創要將中國昆山廠的iPhone廠 賣給力訊 那麼另外一方面 核碩的子公司要在印度設廠 那麼最後大家揭發了 原來是蘋果庫克的藤農幻鳥之計 那麼現在美國極力要拉攏印度 後續效應又是如何 真的是好處多多嗎 但是我們來看到 在過去的100個小時之內 全球新冠肺炎激增了100萬例確診 可是有一種好像 我們台灣是生活在平行時空是不是 我們最近每天討論 就是要如何吃喝玩樂 怎麼樣報復性旅遊 還有三倍券要怎麼花 尤其現在除了三倍券之外 還有一堆搶不完的券 你都去搶了嗎 還是搶到最後也是一肚子氣 不過先別棄 我們看到目前現在疫情嚴峻 包括了美國失控 香港反彈 歐洲第二波來襲 可是回到美國情況很糟糕 但是川普總統怎麼樣 這口罩還是愛戴不戴 而且還大談檢測經費 對 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多嚴重 你看當初剛爆發 他是三個月才到100萬人 可是現在是不到四天 他就100萬人 好 川普他也很清楚知道 美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國家 很多的選民對他在防疫的部分 很不信任 他很聰明 他為了他的選票 所以他現在在疫情的部分 他就玩兩面手法 你知道嗎 這是他講的話嗎 你相信嗎 一個不願意戴口罩的川普總統 他現在說我是口罩信徒 可是為什麼我說 他表面只是這樣子說說安撫選民 其實他骨子裡是兩面手法的原因在這兒 你知道嗎 他竟然大刀一揮 他把所有用來做那些防疫的預算 比方說檢測的預算 或者是疫調的預算 還有要給CDC的預算 他連國外防疫的預算 他全部砍 這一砍都是好幾百億的美金 好 為什麼 因為川普像很聰明 我做這些健康的人沒感覺 是不是 就是那我還不如去把這些錢用在哪裡 能夠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地方 比方說你看 比方說什麼 他竟然他就把錢撥給FBI 可是這跟防疫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那些想要看美國再次偉大 就覺得好棒棒 FBI要再各一棟大樓 結果果然千惠講得沒錯 你看 連他自己同黨共和黨議員都很不滿 覺得你就是在玩 我們講的兩面手法 還有很多就質疑 說總統 你這樣子做 其實你就是怕 如果真的錢用在檢測跟疫調的話 那數字會比現在更難看 但是我告訴你 他骨子裡 他還是很反口罩 很不會骨的 為什麼 你知道嗎 CDC的主任認為 應該大家都要戴口罩 他馬上跟他叫板打槍 他說我不同意 如果每個人都戴口罩 疫情就會消失的說法 好 然後人家又問說 川普總統你看你都戴起來了 你也說是口罩信徒 現在就讓全美國人 都戴口罩好不好 不 他就講 又唱反調 叫州長去決定 因為到時候如果有人反對的話 至少反對的聲浪 就不會回饋反彈到他身上來 好 這時候人家問 那如何讓美國正常 比方說開學是否能夠 在秋季之前就正常 要 要正常 要秋季之前就開學 好 不然我就凍結那些 學校的支柱金 奇怪了 到時候如果因為這樣 而疫情擴大的話 這筆帳要算在誰的頭上 好 你不要以為 在口罩的部分他似乎妥協了 後來媒體就直接問他 說你曉不曉得現在 美國快要失控了 佛州一天就是上萬人在確診的 他馬上一聽到這邊 他秒破弓翻臉 你看原形必露 他說什麼 他說假新聞 那都假新聞 而且我告訴你 那不是只有在我們說的 疫情上面是假新聞 連我的民調也是假新聞 不合他意的通都是假新聞 我告訴你 我的民調其實很好 很高 很多部分都是領先對手的 好 媒體又繼續接著問 說我問你總統 如果到時候你要是敗選的話 你能接受選舉結果嗎 他說那要看情況 因為他心裡想 反正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不利於他的都是假的 好 他不只在疫情的部分 做了這樣兩面手法 他現在把大陸的大外宣言學來了 你看 他所有他的陣線聯盟 第一個FBI局長瑞一 他直接就反正現在就是 通通就是圍剿中共 圍剿大陸 大陸是重大威脅 以反貪腐掩護 戀狐計畫 把那些人通通叫回去 對不對 然後他們又去挖出了 大陸籍的香港病毒學者 顏麗夢 每次都我川普說 你大陸在掩飾疫情 你們不相信 我叫你自己人出來說 有沒有 現身作證大陸引力疫情 然後國務卿蓬佩奧 也直接講大陸你在南海野心勃勃 海權深索 不合法 再來司法部長都出來講話了 司法不是應該公正嗎 巴爾說 我們美國是民主的兵工廠 但你大陸是獨裁兵工廠 他甚至還舉了兩部片 好有意思 他說我們一些美國資方 很沒骨氣 末日志祺在2013年當時 在劇中的內容有提到 說這個病毒 類似喪失的病毒 是源自於大陸的狂犬病 但這大陸人看得不高興 你怎麼上映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是源自於台灣 結果後來報協這部片 還是沒在大陸上映 可是你就看得出來 他似乎想要妥協 好 奇異博士裡面的古一 古一法師 他本來是要設定是西藏 結果後來可能過於敏感 就把它改成是另外的其他的民主 好 他講了 美國人怎麼可以 妥協於大陸的這個money 國防部長也講 他說大陸是美國的 首要戰略競爭對手 不是俄羅斯 是變大陸 國務院最新也很吊詭 他突然公布一份 指控新冠肺炎 源自於病毒 是來自於武漢P4實驗室的 這樣的一個電文 但問題是 這電文是之前他們駐大陸的 大使館去掌握消息所寫出來的 而且華盛頓郵報4月就問了 他什麼時候不給 就偏偏在這個時候給 因為大外宣 川普也學來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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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尼米茲號 雷根號 雙艦 我們講航空母艦 雙艦演習 4號不是才去嗎 隔不到兩個禮拜 他又去了 而且他還找了 就烙嚷 找了英國 英國的剛投入的 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空母艦 也一起來亞洲 英國管道亞洲來 沒辦法 他要能夠 要聯手抗中 要能夠聯手 還有跟日本 他們可能會一起軍演 當然大陸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在西沙永星島那邊 部署了4架殲11B來做戒備 好 講完了這以上種種 那川普夠了吧 做了這些選情 你應該問了吧 錯 我告訴你 選民還是不買單 超過六成的美國民眾 就不信任你川普處理 防疫疫情的方式 還有你的鐵粉有三成 也對於你感到不信任 好 這個川普總統 有辦法挽回民心 挽回民調嗎 看到他現在不斷的下猛藥 那麼其中當然包括一招 就是要帶頭反中 抗中 那麼的確我們看到 在這個週末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提到了 說我們台灣偽創 把在大陸的昆山廠 這個iPhone廠賣給了力訊 那麼同時另外一方面 河碩也前進印度設立子公司 當然很多人說 這是美國的計謀 蘋果它可能使出 這個騰龍換鳥之計 那麼現在看來美國 現在就是要把印度拉在 跟自己站在同一個陣線 沒錯 那麼接下來的影響會是什麼 或是衝擊會是什麼 這個禮拜最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當大家看到 居然偽創的一個昆山廠 用了138億的一個台幣 賣給了力訊的王來春 大家都想說糟了 我們的整個蘋果的一個供應鏈 會不會全部給紅色的供應鏈 給吃光光吃了 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個叫做形勢比人強 什麼叫做形勢比人強 最近每一次庫克 跑到大陸去他去拜訪 他有去看郭台銘嗎 沒有 他好像每次都去找王來春 每次找的過程當中 不但找還跟他親切的一個拍照 還親切的去看他每一個所謂的一個女工的一個所謂的生產過程 你就知道 這當中一定有美國很多的一個策略 但現在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華為他會不會反擊 目前對華為來說的話 他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最近華為告了三家公司 三家公司包括了Verison 包括了惠普 包括了思科 為什麼告這三家 他就說我擁有全世界最多的5G的一個專利 這其中有接近200多樣你們都拿去用了 你們都拿去用的過程當中 你們一毛錢的專利費 你們也都沒有付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我公平嗎 這個對我華為來說 我真的是情何以堪 這個要怎麼辦 而且甚至於最近 我們常常看到一則訊息 這則訊息是什麼 過去華為他擁有最多的5G商用訂單 可是最近因為美國在那邊 趁機裡面死小招數 死角招數 死小招數 所以最近愛力信爬上來了 愛力信成為擁有全世界 最多的一個商用訂單的 可是這時候財報一出來 真的是醜媳婦見公婆了 為什麼 理論上來說 愛力信如果拿到了 這麼多的商用訂單 他的財報應該好得不得了才對 你猜財報有沒有好 不好看嗎 有 有成長 成長一趴 只有成長一趴 所以可以說抵制華為完全沒奏效 而且更諷刺的是 他成長的這一趴是美國給他的訂單 對不起 是中國給他的訂單 因為中國給了愛力信一筆5G的一個訂單 所以當他的業績有上來 所以這套表後面看起來沒有效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CNN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新聞還滿硬的 CNN說什麼 說你英國今天要封殺華為 硬是後面的道理會很困難 為什麼 之前Boris Johnson說了 2020年以後 他們整個5G要退出英國的市場 2027年所有英國的電信系統 華為通通要離開 可是離開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不要只有想到 只有華為這個問題 在整個英國有三家核電廠 這三家核電廠的保修 所有的契約 通通是由中國的廠商來做的 你今天電信你說不用 我問各位 後面這連鎖一串又一串的 除了在整個核電廠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 目前很多辛苦的事情 也沒人做 很多英國的整個鐵道 火車 現在也是中車胎在做保養 所以目前來看這個問題 還滿麻煩的 這一次英國去進到 整個華為5G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想一想 沒招了 怎麼辦 找日本人 找日本人找了兩家 找了NEC 日本電器 找了富士通這兩家來做 但這兩家完全沒有所謂的 有幫得上忙嗎 沒有Total Solution的能力 目前全世界5G Total Solution的能力 華為 伊力信 Nokia 韓國三星 所以找了這些日本人來幫忙 真的能不能夠幫上忙 後面還有得觀察 好 都說要轉身離開 但是離得開 離得開大陸嗎 不過說到大陸 我們看到要關注的是 這一次的夏季洪災 那麼尤其這是迅期以來 對長江流域來說 最大的這一波洪水 剛剛過了三峽大壩 可是來了 他把整個壓力給到了安徽 所以安徽現在整個搞到 必須要放水續洪 是 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水壩不管它再大 它也是有一定的容量 超過大的容量 它除了泄洪 它也沒有別的辦法 不然就是潰壩 三峽大壩因為上個禮拜 剛剛過了一個洪峰過去了 那是2020的第二號的洪峰 有人就看到這個奇景 你看三峽大壩開七 七孔全開在洩洪 所以人家說這叫超級洩洪 非常非常的壯觀 當然也沒辦法 因為未來還可能會 繼續洪水下來 所以它必須要先 釋放掉一點能量 你不釋放掉能量 這個水壩容量也是有限的 也因為上游開始釋放能量 下游的安徽恐怕就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安徽剛好跟長江跟黃河 淮河 它剛好是中間 甲籍 所以沒辦法了 他們現在已經找了很多的 這個制洪區 他們就直接把這個除河 香河口砸水位 直接給它炸掉 把它炸掉讓這個水能夠洩過去 洩過去就讓他們本身劃定瘀 就是讓它放流的這個制洪區 能夠讓洪水至少影響到人 比較少一點的地方 用這種方式 希望能夠減緩對民眾的衝擊 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講 現在20號 他們現在開始發覺 情況好像稍稍比較解決了 南方的雨比較少了 可是北方可能又來了 下一波是不是 所以這一波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中國大陸的浮原太廣大 你這邊停了 那邊還是有雨 也很難去處理 我們就看到最近很多宅景 比如說重慶 你看整個路基邊掏空 你看整個冰箱 那個路撿也像豆腐座一樣 整個往下全部掉下去 忽然也全部倒下去了 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你看那個電線都被拉斷 直接整個爆掉了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觸目驚輕 同樣的也有房子 你看直接 這房子跟豆腐一樣 完全一樣 因為你整個路基邊掏空之後 整個房子就像基督一樣 直接摘到回頭去了 看起來非常可怕 現在很多地方 因為中國大陸的26省 上千萬人都受到影響 包括湖北N4這個地方 因為N4已經淹到 你看整個N4市區 已經變得像湖泊一樣 那個連公車 公車一般比汽車高很多 他都快要滅頂了 你就知道一般可想而知了 那有的人真的滿慘的 因為那個水太大 淹到你那個車子已經變船了 都整個浮起來了 那有人就直接站在那個車頂上 就等 看誰能夠來救他 不然他也沒地方可去 因為這個時候如果跳 無路可逃 真的是 對 這個時候你跳下去 因為你不知道你腳下什麼 其實也滿危險的 所以他就站在那邊等待救援 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做法 甚至貨車衝上來比較高 就貨車你看都已經快滅頂 那個駕駛艙的命 已經沒有辦法做人了 因為整個都淹起來 看起來非常非常恐怖 那中間也發生很多驚險的事情 比如說有一對夫妻 他們小孩只有四個月大 然後那個水仗直接都衝過來 那怎麼救他 那還好這些民警也滿厲害的 這些弟兄拉了 300公尺長的繩索 你知道就這樣一路綁著 然後這樣過去 順利的把他救出來 還好一家三口平安無事 看起來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非常非常的驚險 有一些地方你知道7月 這個時候剛好是要收成的時候 有一江西這個地方 結果趴一下水來 那怎麼辦 淹掉了 所以他們現在能夠收多少 就收多少 因為出國大陸 今年這個糧食短缺 恐怕是很難避免 所以他們能夠多收一點 就多收一點 所以趕快動員軍隊 去搶收盜民 不然的話 真的未來日子也很難挨 但是有人這個時候也發財了 你知道什麼發財嗎 安愧我們剛剛不是說要炸蹄嗎 炸蹄的時候 那個北燕湖 北燕湖的湖水直接泛出來 泛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發覺 裡面有好多魚 開始在撿魚 搶魚 你看周遭附近的人 幾乎全部都來了 甚至有人直接在路邊的擺攤 一條40塊 還有很多人買 但是他們看這些魚發覺 其實它看起來 我們不太像野生的 可能是本來那個湖裡頭 有人在那邊養殖的 結果現在因為水大全部流出來了 他們是撿得很高興 賣得很高興 那個主人大概是哭死了 他不知道要去找誰要這米錢 我剛剛講過 因為20號中國大陸 現在南方的雨稍微止些了一點 可是這個雨並沒有走掉 並沒有散掉 它一直往北方去了 所以現在河南也出現很多災情 河南現在淹大水 是淹得亂七八糟 你看那個小艇都直接出來 直接帶個雨傘 在那邊滑來滑去 結果我覺得雨傘可以不用帶了 因為那個真的也沒什麼太辣的用處 然後甚至有小姐騎車騎騎騎騎騎 我說那個水一煙很危險 你根本不知道下面會有什麼東西 你看它一起 你看啪一下直接掉下去了 那邊有個洞它不知道 真的 所以這真的非常恐怖 其實真的 你看還好旁邊有人把他救起來 不然他一下就滅頂了 這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但是現在很多人在講什麼 就比如說有一些媒體 就有點幸災樂禍了 他說你看連新華社都跳出來承認什麼 大壩有位移 滲透 滲流 變形這些情況都出現了 你看三峽大壩好像快完了 快回了 那新華社有沒有這樣講 有 他怎麼講 他說大壩位移 滲流 變形 等主要參數是在正常範圍內 所以其實任何一個壩 只要人類做的東西 它其實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它都會稍微有點變形 如果記者不相信的話 其實你回去 只要你的測量一記夠準確 你家住的地方 跟你家住建造的地方絕對不一樣 它一樣也是會變形的 這是很正常的狀況 你不要去抓人家幾句話 就講了一副 好像世界末日這個壩塊毀了一樣 人家的專家也講得非常清楚 比如說有人就問 有三峽工程 為什麼今年長江防汛還這麼緊張 針對這個質疑 陳桂亞就說了 三峽工程是長江防汛體系中的 骨幹工程 地位重要 效益巨大 但是不能包打天下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一個壩它的能量是有限制的 它的容量是有範圍的 你超過大範圍就是潰壩 就是這樣子而已 現在跟大陸來講 是同病相連的就是印度了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中印之爭 當然希望就是 不要再有戰爭發生 不過說到了印度 印度現在真的是貨不擔心 除了疫情之外 洪水也是非常的嚴重 對 沒有錯 其實在印度這一邊的話 我們會說他們很可憐 因為天災一波接一波 放心慰愛 而且還禍不擔心 我們現在看到 在印度以及它的邊境國家 尼泊爾 然後因為洪水的關係 所以其實已經非常嚴重 兩個國家加起來 目前應該有400萬人 已經流離失所 而且已經189人已經喪生了 所以其實讓人家看得非常的難過 我們現在聚焦在整個印度上面 看起來真是滿目瘡椅 你看它這個洪水這樣子沖垮 你看房子 樹木就這樣子垮掉了 居民只能夠望眼 眼睜睜的看著 沒有錯 你就只能夠這樣看著 你想要去搶救 根本也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 很多人 你看有沒有發現 整個房子都倒了 如果說你在車子行進當中 現在拋錨了 車子開不動了 結果水一直淹上 有沒有發現 就還好他們上面這個逃生的裝置 還能夠逃出來 然後站在屋頂在這邊求救 所以其實這很多畫面 讓我們看人都覺得很擔心 你這樣子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對居民的傷害到底還有多少 而且其實他們現在還發現 有一些地方 你不是說我們剛剛看到 是戶外對不對 你看 這是房子內 室內也在下大雨 對 怎麼回事 是破了一個什麼洞 還是他們原本燈的位置 還是怎麼樣 你看水就這樣直接灌到 他們的防疫中心裡面來 所以讓人看得非常的擔心 我們如果直接光看到 我們現在有數據的 例如說阿薩姆這一省 他們全省境內將近80% 也就是說他們33個縣 25個縣都有勞災 所以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但是除了最近大雨造成的災情之外 我們還擔心什麼 還擔心持續不斷的COVID-19 也就是這次肺炎的疫情 我們現在有一個數據的話 他們確診人數已經110萬人了 而且死亡人數已經有26816人 其實非常的多 可是大家還有人記得嗎 在5月底的時候 他們其實還出來驕傲的宣布 他們已經防疫成功了 而且那個時候 在印度有一個很特殊的數據處理 我報告給大家聽 他們說在5月底的時候 他們說把全球前15個 疫情嚴重的國家的人口 加起來剛剛好跟我們印度人口數一樣多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放在一個 一樣的標準上面比較對不對 比較下去之後 他們很驕傲的宣布 全世界這個前15個國家 他們的確診人數 是我們印度的34倍 死亡人數是我們印度的83倍 相較之下就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印度很棒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 很特殊的統計方法 很驕傲的宣布 不是嚴重低估是很棒 對 沒有錯 從6月1號開始 就是全國解封 但6月1號到現在 還不到兩個月 結果沒想到 疫情迅速的飆升 現在已經飆到第三名了 僅次於美國跟巴西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然後甚至跨海到美國 這個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甚至在7月18號都刊登文章 就是強烈的認為 印度是不是低估了他們的災情 但是我們就很好奇 你的災情這麼嚴重 連Washington Post都要寫文章來講 那你莫敵那是安裝的老行宅宅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其實就有人開始會認為 你為什麼對你的疫情這麼樂觀 有沒有可能是你的心思 根本是在關心別的事情 不在疫情上 不在防疫上 除了疫情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值得他放心思 大家就想到可能是 忙著跟大陸對抗 所以他們認為在商業上 在暗潮汹湧的 我們從外表可能看不出來的 他們是不是對一些 大陸的一些在印度投資的公司 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制的措施 包含了騰訊 華為 阿里巴巴 他是不是要對他們做一些 什麼樣的手段 另外的話還有 根本是貼身肉搏的 也就是中印邊境之間的 一些不斷的衝突 之前的話這個衝突 我們看得都非常難過 結果對於雙方來說 現在都加強了 對於軍隊的格鬥技的訓練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大陸在西藏這一邊 他們其實都是 因為你在邊境的話 真的就是肉搏 不像商業是這樣子 明爭暗鬥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一些的 你會覺得這個邊境的緊張氣氛 一直在提高 而且其實在印度那一邊 他們其實也是不慌多讓 除了戰技的體能之外 還有一些戰爭的 一些戰車 有一些東西的部署 整個層級都提高 這他們的部長 他們高級官員來巡視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擔心了 在這個災情跟疫情的 雙重打擊之下 如果說中印之間 還有戰爭發生的話 最傷心的 最難過的 還是老百姓 我們不希望事情 往這個方向發展 沒有錯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人類 要對抗的是病毒 尤其現在疫情這麼嚴峻 我們看到沒有 已經是一波接一波了 在世界各地 台灣現在目前看來 還有一點點太平盛世的感覺 我們一直在想說 要報復性旅遊 可是最近澎湖人這兩天 在想說是報復澎湖人嗎 我看到了一個數字 15號這一天 我的老天 不管是空海 就湧進了1萬5千人 澎湖的機場 更是創下了43年來新高 沒有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最新的通報 資料顯示 一天24小時之內 全世界新增加了新冠肺炎的 確診病例有多少人 26萬人 我們先來看美國的疫情 美國的疫情一直沒有辦法控制 而且越來越嚴重 各位 16到17號這兩天光單日 你知道嗎 它新增病例是7萬多 17號這一天已經高達7.7萬人 18號它也有6萬人 其實美國自己本身 這真的標速 太驚人 美國自己本身的學者專家 都認為整個疫情已經嚴重失控 我們來走到歐洲好了 過去我們一直討論 歐洲最嚴重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其實它一週內 確診的病例暴增到800例 顯然它完全在第二波疫情的 整個的肆虐當中 所以西班牙政府也希望 他們民眾還是不要群聚好了 盡可能就待在家裡吧 好 我們來走到香港好了 台灣距離香港非常的近 可是各位知道嗎 香港現在也是第二波疫情開始了 為什麼 他們光是8小時之內 就新增了108例 其中83例是本土病例 所以林鄭月娥已經講了 除了那些防疫人員 維安人員之外 所有公務人員 你們乾脆都在家裡辦公 一個禮拜吧 聽到這裡 有沒有覺得台灣好像跟他們 好像沒有接軌的概念 我們一直想要去哪裡玩 可是昨天我們新增的病例 是在香港工作 回到台灣來探勤 然後就確診 跟你有沒有關係 好像也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因為7月15號 是我們台灣放暑假第一天 剛剛前輪提到 你知道這一天有一個數字 你聽了會嚇死 馬公機場1萬5千人 這是什麼概念 因為過去飛馬公都是小飛機 現在都是大飛機 平均10分鐘左右 一架飛機起降 然後因為沒有辦法出國 所以民眾就來個偽出國 偽出國的概念是 只要能夠飛出去的 我認為是出國 於是 保護馬公成為大家的首選 剛剛你看到那個影片是什麼 第一 我們飛到馬公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到 魁壁山的摩西分海 一定要去看對不對 現在哪看得到什麼叫摩西分海 只看到人海對不對 三千人 滿滿的 甚至有正妹說 我看到都噁心了 我只看到人 我也沒看到海 除了這個旅遊品質 其實受到影響之外 你到馬公去旅遊 請問你要不要吃早餐 吃午餐 吃晚餐 要嘛 光是吃早餐 到文康街去排隊 要一個半小時 不是餓死了 你才能吃得到 你要的蔥油餅 或者你喜愛的早餐之類的 好 除了吃早餐要排隊 甚至於很多人到 這個澎湖去旅遊 是不是得開車 光是馬公 交通方面的問題非常嚴重 出租車心也租不到 那乾脆走路好了 晚上8點 整個馬公市區 甚至郊區都在塞車 到處都塞 這種旅遊品質 你問怎麼玩對不對 你知道當地人更痛苦 我們說這叫報復性的旅遊 因為你知道前面兩三個月 都悶在家裡悶壞了 所以我就報復性旅遊 沒關係 但你不要懲罰到澎湖的人 你們這些人 一天有1萬5千人來到我們這裡 一直累積 我整個島都是這些 外地來的遊客了對不對 好 我本身有一些地方 讓媽媽去買菜對不對 只能吃素了 所有的海鮮都賣光 我什麼都吃不到了 所以也有些當地居民說 你們來澎湖 不就懲罰到我們澎湖的居民嗎 除了馬公的旅遊品質 受到影響 來 這個地方叫荷歡山 因為這一天實在太熱了 所以很多的民眾 喜歡往山上跑 荷歡山這個地方 非常的珍貴 是因為它是高海拔 但是低光害 所以過去大家都知道 到荷歡山這個地方 它被這個譽為是台灣第一座 也是亞洲三座之一的 暗空公園 什麼叫暗空公園 這地方是非常棒的 關心的最佳家店 各位 為了要關心 所以不能有光害 南投政府為了這個地點 還特別規定 晚上9點以後 不要上山開車燈 不要用探照燈 避免光害 都講了這麼多了 你知道現在荷歡山變成什麼樣子嗎 變夜市了嗎 白天食材市場 大家就扶老喜有 就到山上去玩 也沒有關係 因為山上空氣好 到了晚上就是夜市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露營 然後用探照燈 你用了探照燈 這個地方所謂的暗空公園 就已經完全失去意義了 因為晚上 你再也看不到星空了 因為你看到的都是車燈 探照燈 所以為什麼說 你的旅遊不要變成懲罰別人的災難 雖然林佳龍一直說 沒關係 荷家旅遊 就不要再假日出去 你講錯重點了 也就是說這種暴復性的旅遊 你不要變成當地軍民的災難好嗎 沒有錯了 大家分散旅遊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那麼就像現在 大家除了三倍券到手了 那麼大家還要瘋搶其他好多券 客裝券 農油券 還有動支券 易放券 我應該沒講錯 這些券 但是我不知道 寒冰你都搶了嗎 還是也搶不到 現在很多人 光是他原來這三倍券 就這兩種兩百 五百 有的人就已經搞不太清楚了 所以你再去其他的券 你是要搞死他們嗎 當然現在三倍券 看起來發的滿多了 上路第六天了 紙本已經有超過1065萬人領取 然後加上數位綁定了 170多萬 所以怎麼已經突破1240萬人了 看起來領得還不錯 很多人都領到了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券 這些人正在想 比如說600元的易放券 600元易放券 它本來是有200萬份 現在已經有235萬人登記 怎麼辦 所以要抽錢 因為人太多了 這易放券是文化部的 文化部的易放券 然後這個是農委會的 250塊錢的農油券 對 明文券總共500元分 第一階段登記 全部都有 第二階段又有347萬登記 可是只剩下335萬張 可是它中欠率超高 幾乎百分百 對 幾乎百分百 96% 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那4%我會嗚死 所以這個有幾家歡樂 幾家醜 有的時候也是這樣 你看250元 大家也搶得很兇 然後再來董事券 這董事券是什麼東西 其實是體育署的 體育署也推出一個 500元的董事券 400萬份今天先提供 身分證號碼 尾數單號者登記 然後讓大家去搶 然後還有一個800元的客裝券 這是課委會提出來的 還有28萬份 昨天第一波敬老家庭登記 登記人數25萬 中欠率百分之56% 你看這個欠率就低了 然後這就是一個 浪漫客裝旅遊券 讓你們每個人800塊去玩 當然政府這些單位 提出這些東西都不錯 就是也希望能夠趁這一波加碼 也希望提升大家出去旅遊出去玩 這樣的一個動機 可是你們經歷過 我們從口罩之段開始 一路這樣過來 你們就一定要看大家排隊 看大家搶 你們才過癮嗎 不能夠把這些bug 把這些問題趕快解決掉 讓大家愉快一點嗎 我隨便講一個 比如說這一個 你知道 這個董事券 這體育署的總資券 體育署說今天凌晨開始就可以了 就可以領了 結果你知道嗎 一上路立刻盪機 對 而且盪了好久 盪了超過10個小時 早上還是卡卡的 是 所有人這邊看到 他就一直在轉圈圈 一直在轉圈 然後結果轉圈圈完了之後 一直到中午才終於比較正常了 很多人去登記 體育署出來說 這個其實希望大家 盡量避開白天尖峰時間 就不用這麼多的時間等待 你好像忘記一件事情 人家是從凌晨就開始 對 是三更半夜 所以到底哪裡算接鋒時間 還是我們每一個人 又要拿個羅盤出來 看怎麼樣趨吉避兇 我這樣才能知道怎麼樣去弄嗎 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這些BUG不是早就解決了嗎 你知道這次體育署是緊急聯絡 中華電信交加開56 六部主機才能夠連上去 你不是早就應該可以預測到了嗎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發生問題 才會想要怎麼解決呢 農郵券抽籤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數量不夠 所以要抽籤 好 下保證掛保證 說晚上11點59分 也就是在午夜之前 我一定讓你們全部人知道結果 結果有人就抽到 凌晨3點25分 跟你的保證完全不一樣 你讓我隔了三個多鐘頭 難道還好這個人沒有傻傻等 應該第二天早上起來才看到 傻傻等 真的要等到3點多 明天要不上班 所以這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一定要搞這麼複雜 這麼混亂 不能夠 我們是21世紀 大家先進一點 很像在整人 好像是覺得民眾平常都太閒了 我們要大家全民來整人 全民整人遊戲嗎 實際上三倍券出來了 看起來很多人領 應該很振興 每一個都三倍效應對不對 結果現在發覺很多問題來了 很多人根本不收 你知道有的人就去夜市 或是去那種 有的阿嬤 你看 這是衛超 這假超 他沒有辦法分別 他怕收到假的 因為他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所以我就變成 很多便當店也不收 小攤也不收 然後人家就問他你為什麼不收 那個便當店的老闆娘就講 第一個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去可以領 本來是說有那種自製會 說28號以後就可以去領 然後後來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同編的不能去領 又有人說 有同編的可以去領 然後有人就好心聽 他說其實都可以領 但是你要打諮詢電話去問 搞清楚到底怎麼領 結果那老闆娘就很生氣 那個電話我從頭到尾都沒打通過 我就打了沒人接 沒有 大概就盲現中 你有辦法領 所以我怎麼會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 有網友就在PTT上發文 除某家通訊行跟711之外 那個通訊行還是 老闆很為難想了很久才收 然後夜市便當店找商店市場 超多平常會去消費的地方 都不願意收三倍券 其中一家便當店 還直接明白說 那東西他領半天領不到 也不知道怎麼變市真味 所以你敢說 我走了 他們怕麻煩 是 怕麻煩 而且萬一說要假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分 我們的政府天才到 連那個梅花浮水印 是在不同的位置 是隨機的 所以我怎麼去分這種東西 所以這不是在找我們麻煩嗎 不要講說 我們都會找這些特例 蔡阿嘎網紅很有名吧 蔡阿嘎是也去做實驗 只有兩家甘馬店 然後一個 全部都不收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分辨 也不知道該怎麼去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為什麼政府 每一次做這些事情 都一定要搞得讓全民無煞煞 你是覺得要整一下台灣民眾 台灣民眾才真的會惜福嗎 既然名字叫振興券 振興到了誰對不對 我們看到 當你是那種大企業連鎖的 大財團的根本沒受影響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 小商店 小店家 小攤販的 搞到半天完全不收三倍券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有振興到這些商家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我們民眾花錢 很多人說這個實在太少了 因為才發3000塊 所以我一定是買一些民眾必需品 搞到半天 還是替代性消費100%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說 原來現在大多數的人 為了三倍券可以方便使用 所以他們都到哪邊去 現在最多的叫三溪賣場 另外還有哪邊 另外還有所謂的全聯 家樂福 美式賣場 好多人跑到了五星級飯店 去做訂餐 五星級飯店訂餐 可能會有些所謂的替代效應 當然剛才像說澎湖 小琉球 他們小琉球的業者說 我們從來沒有去 整個小琉球的船賣過戰票 這次賣到戰票 可是很多人去完之後 他們就說 下次如果我再來 我隨便你 為什麼 因為沒有消費品質 來到這地方 我們的消費券發生了什麼事 發現因為很多的 整個所謂的宣傳的廣告 可能都宣傳的還不夠 現在對大家覺得 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那個梅花到處跑 原來我們的梅花跟精靈一樣 它會在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很多人根本連辨別都無法辨別 現在好多的學生 好多那些需要用到三倍券的 就說 我要用三倍券 我要用到四個最重要的地方 哪四個 我每天早上 第一個要去的叫早餐店 我中午要吃飯的叫做便當店 我最常去的叫做夜市的小吃攤 還有有時候我會去黃昏市場 稍微買點東西 結果這些券家跟你說什麼 我們沒辦法收 甚至於有時候 基隆還發生什麼事 一條十字路口 這邊的有收 這邊的沒有收 為什麼 因為管委會的頭說 我要辨別很困難 商家進來我也非常非常的複雜 然後很多賣海鮮的地方 例如說像卡馬甯 他也不收 可是當中也有發生一些 令人覺得還滿感動的事情 發生了什麼還滿感動的事情 有一個妹妹她就說 我三杯券剛好身上也沒有權 她就要拿200塊的早餐店的券 然後去找早餐店說 看有沒有人賣 到了第一家 那個媽媽直接跟她說 我們沒有半銀燈 我們沒有辦法跟你換 所以你先回去好了 到了第二家 第二家說 我們也沒有半銀燈 然後那個妹妹就說 可是我身上只有這張券怎麼辦 然後那個老闆娘就跟他說 好啦 沒關係 你先點 然後點一點完之後 她就點了 總共點了大概250塊 然後那個老闆娘就說 我沒有半銀燈 但是我拿你那張券 我後面再去消費 我在整個 總共250塊 她收她一張200塊 還送她一杯奶茶 就說回去吧 這個妹妹覺得非常非常的甘心 我們那時候做三杯券的過程當中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叫做洗錢 現在洗錢的過程當中 像美式賣場她就已經說了 她說我們的三杯券奶 我們不會馬上去做 整個所謂的一個變現 我們會全部留住 你任何人用三杯券買的 到時候你來退貨 我就退券 我對三杯券給你 目前在台灣的夜市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有一個老闆他也說了 他就說三杯券 他如果可以不收 他也盡量不收 可是有人來買雞排 又買了一串所謂的機芯 總共85塊錢 拿給他500塊 他想一想 有一個方法 很簡單 本來這個人以為找錢 會找415塊的現金 想想好棒 可以把現金起出來 結果這個老闆怎麼做 他也找他三杯券 他找他一張200塊 兩張200塊 再拿15塊的零錢給這個客人 所以這個客人 他就拿了500塊的三杯券 換回兩張的三杯券回來 再加15塊 但他買了一個雞排 給你穿機器 敢按捏 最近這句話很紅 被大家翻出來是不是 是本土劇的梗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一支影片 他播上去不到24小時 就是48萬人 同時在觀看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敢嗎捏 不要以為方辰演的 雅米吉他只有敢嗎捏 這三個字 是因為這個網友太愛 2004年紅遍台灣大街小巷的 台灣龍捲風 他就把這個方辰在裡面 這個敢按捏 77種講的方式 整理成65秒之內 你知道 雖然敢按捏才三個字 可是公司講出來那個語氣 那個臉上的表情 完全不一樣 厲害了吧 這65秒就把台灣龍捲風的 精髓放在裡面 可是各位 竟然有敢按捏的進階版 你是不是 敢按捏 我這XXX 你靠我點去 絕對無心的可能 敢按捏 這麼按PT 你如果是跟我說一句敢按捏 你先給我試試看 我絕對把你搬來看 你要相信我 敢 為什麼會現場笑成一片 2004年台灣龍捲風 你還記憶遊行 但是為什麼現在看 還是覺得好有趣 好好笑 因為當方辰一直說 他在裡面也耳鼻鼻 每次都說敢按捏 但是這個喵可厲害 他在裡面演劉玉衣 也是一個狠角色 他就警告說 你再敢跟我講敢按捏 我倒 他還沒講 方辰就才講敢 聽到喵可莉講什麼 敢吼哩 不過現在要講 姐姐有練過 千萬不要學 沒想到本土劇 在台灣流行之後 變成了台灣的次文化 你知道很多的年輕人的台語 是根據本土劇開始學的 其實這個本土劇裡面的台語 也不是很標準 你不要就學著學著 以為台語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為什麼會變成次文化 這些本土劇的演員 是用生命在演本土劇的 你們知道嗎 你們看得很紓壓 結果他們是 對 你知道我們 是用生命在說歷史 人家是用生命在演本土劇 為什麼這樣說 來講剛剛那位 乾媽 方辰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幾年 不太看得到他的演出 是因為他休息了很長的時間 方辰過去 是因為我們這一班的季老師 開始走紅 很多年輕的朋友 看到方辰都會叫他季老師 沒有錯 他也曾經一年收入 高達上千萬台幣 但是各位拍本土劇真的太辛苦了 他曾經六天五月 完全沒有睡覺 都拿命換來的 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出現的時候 會嘴歪眼斜 然後手也開始抖 51歲他一度被傳出來 是不是得了早期的帕金森氏症 後來他解釋 我不是得了帕金森氏症 我是我拍戲拍到中毒 你們以為是在龍捲風裡面 台灣龍捲風 被下毒是不是 不是 他說他有一段時間 拍戲是在地下室 那個地下室有嚴重的 重金屬污染 他可以長期 每日每夜在這裡 拍戲拍到最後倒下去 然後重金屬在自己的身上 造成他長期的手會發抖 然後整個人狀況也很多 住院了很長的時間 後來他就決定 我真的 我賺了錢也沒命花 我乾脆休息好了 結果他一個人這樣說 當然不是 連靜雯過去 也藏在本土劇裡面演出 各位記得嗎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 突然也消失了 他在那個劇裡面 後來是被自己氣死也很怪 總之本土劇裡面 死亡的這個理由都很多 連靜雯說 他也曾經7天的時間 完全沒有睡覺 他只能趁派系的空大 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小小要休息一下 結果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完全吃不下去 昏迷了 送到醫院之後 他身體發炎指數 超過常人的20倍 醫生要他立刻住院 他竟然簽了切解書 再回去拍戲 然後拍完戲再回來醫院 他在醫院住了6天 你知道他有休息嗎 沒有 千惠 住院 他住院6天對不對 對啊 劇組就到醫院拍了3天 天啊 還可以這樣搞 直接把腳本寫說 他住院了 然後就到醫院去 就拍他在醫院的狀況 結果他媽媽看了播出的時候 還問他說 你怎麼看起來有病容 簽真的不好賺 但是本土劇真的滿好看的 為什麼 因為這劇裡面有一些 你想不到的一些梗 是哪裡想出來的 包括 這是在一個本土劇裡面 有一個死亡筆記本 但長得有點奇怪 自己自製的 也許這裡面就有各種 死亡的方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知道本土劇 有很多劇情是變臉 有一段時間 像我許勝梅跟馬千惠 來變個臉 但是馬千惠就有許勝梅的個性 然後許勝梅又有馬千惠的個性 好好看 變來變去 必須變來變去 再來 本土劇最喜歡搭流行列車 有一段時間 神雕俠侶很流行 於是這個劇裡面 就出現了一個大雕 也可以 但因為經費不足 所以看起來不像大雕 看起來像五穀雞 而且是一個杯型的五穀雞 總之在裡面 都會出現 想都想不到一些劇情 包括《捏爆巨子》你知道了 那個很紅 這個《花露水》你也知道了 但是我真的不了解 明明是本土劇 為什麼它的名字都叫得好奇怪 因為都是英文名字 我是I am Mary I am Jenny 好奇怪 I am Jenny 總之就是台語要搭英文 例如這個 不 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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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my day body 不是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前面要講台語 台語要搭上英文 通常本土劇裡面 最有趣的就是這些英文的台詞 還有搭上的是什麼 就是最新流行 包括四速列車的時候 你知道四速列車的概念嗎 人會變成僵屍 受到感染對不對 在本土劇裡面 要怎麼樣的呈現 就是臉上畫得亂七八糟了 生化毒粉出現在你的臉上 然後一樣一直咬人 沒有錯 總之這一些劇情 都是你熟悉的本土劇 最後講一件事情 其實本人也去客串過了 然後一直不斷被製作人嫌棄說 講話太快了 沒辦法 因為講話很快 他就說你真的要講很慢 終於我就講很慢了 我告訴你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不好意思 那個攝影師昏倒了 很抱歉 好看完了戲劇人生 我們又帶你來看到 這個是在疫情下的真實人生 但其實也非常充滿了 整個戲劇張力 要請潘老師告訴我們 是怎麼回事 對 其實你有時候看到這個畫面 你真的很好奇 這個人到底是通道有沒有一些 什麼異常的現象 你看 大家仔細看 這個竟然是一個特殊的頭套 然後要戴在一個人的頭上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天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是有人說 疫情的關係都不能往外走 對不對 結果這個在你頭上繞而繞去 這個頭套到底是要幹嘛用 對 要幹嘛 剪頭髮的 髮頭髒的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當然就想了 其實他這個Shane本來就是一個瘋狂科學家 他在YouTube上面有評 他叫做Stuff Made Here 就是很多東西我自己做出來的 他現在知道 這個特殊的頭套 其實是在你的頭周圍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頭髮慢慢的 慢慢的那個形出來了 這個有多難設計你知道嗎 他也要告訴你 這個人的頭的大小 跟頭髮的長短不一樣 所以他能夠偵測你的頭的位置 頭髮的位置 然後哪裡要理得多 哪裡要理得少 而且更大的重點是 理完之後 要好看吧 好不好看不重要 耳朵要還在才可以 所以其實這個雖然很困難 不過他努力的這樣子做 好像似乎也有一點成效 只是問題是 如果真的問事的話 誰敢去給他撿來 有一點恐怖 但是接下來這個畫面的話 就是有袋鼠上大街了 所以趕快找一些歹鈴來幫忙救 大家就想說 袋鼠上大街 我們之前節目也講過 可是各位觀眾 這不是澳洲 這是美國 這是美國的佛羅里達 怎麼會有袋鼠 結果原來是有人家裡養的 然後這個主人出來 到6月4月的時候 門沒有關好 結果這一隻袋鼠 這個袋鼠叫Jack 然後這個Jack就偷跑出來了 然後這個歹鈴 就趕快把他抓回去 而且其實他們當地的法律 是規定不可以養袋鼠的 所以其實他這個算是 有一點違法 因此他們就想辦法 要怎麼去安置他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袋鼠 跑來跑去 最後我們給大家看的畫面 是他大概累了 所以他也沒有反抗 就被這個警察就帶走了 但是接下來畫面 讓大家看得很難過 在孟加拉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麼多的海龜 大概有超過100隻 然後死的死傷的傷 而且有一些伸手易觸 或者是斷手斷腳 讓人看得非常難過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居然是因為 現在在全世界 大家都很重視的議題 就是海洋垃圾 而且還有很多 是屬於塑膠性的 百年千年不符的 這些塑膠垃圾 所以其實不管是殘兆 傷害 反正其實就造成這個慘狀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們是不是因為 一些海洋的污染 根本已經改變了 他的生存的一些能力 所以就算把他救了 把他野放之後 很多還是又會再回到 岸上來擱淺 大陸官媒一句話 酒不是用來輔的 結果造成了貴州茅台酒的 股價最近狂跌 不過說到了中國大陸打攤 其實也不是一天兩天 但每一次總能讓我們 見識到貪腐心高度 在過去收錢收情賦 這都已經不夠看了 現在連兒子都收 還有另外利遜 這一次花了不到10年的時間 就得到了蘋果的認證 成功打入蘋果供應鏈 那麼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 蘋果要扶植他態度是相當的明顯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 危及到鴻海的代工地位 我們把整個格局放大來看到 其實美國總統川普 反中其實是非常的積極 而且加大力道的 他要美國的企業 趕快撤出大陸 而積極的搶攤印度 從最近的偽創和合索的動向 可以看得出來 只是我們還想要更瞭解的是 他的整盤棋究竟是怎麼下的 反中顯然是川普 在選前大概一個選戰的主軸了 他既然已經拿出了這一面大旗 他的司法部長巴爾 也直接點名企業 他說你迪士尼 你經常屈服大陸的審查要求 甚至Google Yahoo Microsoft跟Apple 你過於樂意跟北京合作 你太樂意 你這個動作太軟 不行 要求你們要把企業的動心 從中國大陸逐步抽掉 你給我轉移到印度去OK 美國這些企業也真的都乖乖聽話 比如說Google現在已經要投資 1,330億元 投資誰 印度最大的企業 信實工業旗下的 GEO Platforms股份7.7 1,300多億投資這個 實際上比他更早的是誰 臉書的老闆祖克勃 已經投資了9.9%的股份 他也去買了GEO Platforms 所以美國這些企業果然 政府要我這樣做我就乖乖聽話 我就趕快這樣去做了 另外蘋果 蘋果他現在幹什麼 他未來的策略是 我至少20%的產能 要從大陸轉到印度這邊來 20%非常非常嚇人的產能 甚至他決定未來5年之內 我要投資1.17兆台幣 然後你要投資這樣的工程 你必須要有誰來擔當 其實全世界能夠做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台灣人最厲害 現在和索 他已經在印度的親愛 註冊了子公司 後續還要開始密地建廠的 各種動作 偽創直接把在大陸昆山的廠 把它賣掉了 你知道賣給誰 就是賣給利序 利序是中國最大的代工廠之一 他工廠 這個工廠年齡又不小 佔偽創16% 也就是1422億 同樣的在這一波情況之下 日本開始 現在也要配合美國的政策 因為美國老大哥出生了 我要配合 所以他先是追加了一個預算 預留2200億日元 幹什麼 就是你們趕快回來 回日本來 所以馬上有57家公司 準備要簽場回日本 因為他有補助 可是問題是 對日本來講 這樣有一個風險 就是我一切都依照 你美國的戰略部署 你萬一 美國又把上次泡沫進去之前 對付日本那套要拿出來 我怎麼辦 我不是又被你背刺了嗎 所以他們現在很擔憂 擔憂什麼 擔憂 萬一我把這個 全部跟著美國嚇住 到最後你美國人 又把我丟棄了 那我不完蛋了 所以日本現在也覺得說 半導體這塊太重要 我不能夠放棄掉 我要重新提升 我自己的技術跟產能 所以他在邀請台積電來合作 實際上台積電一直都有 跟日本東京大學有合作計畫 現在日本人就說 我要重新把我的半導體 已經頹廢了很久 我要重新把他追回來 所以我希望台積電 你也能夠跟我加強合作 加碼投資 我準備 他們準備大展拳腳 就預計這個預算 也是幾千億日元起跳的 也準備要重新建構他的產能 那問題來了 在這一波之下 美國帶領他的盟友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包括印度 然後對大陸形成一個 圍剿 甚至抽硬根 這樣的一個態度的時候 到底誰贏誰輸 我們不曉得 可是至少對我們的台商來講 這好像又是一個新的機會 川普要制裁 要抵制中國 但是你說日本自己也會勃勃算盤 還有就是就連美國企業 好像也都不會傻傻跟進 總是要留一手在中國 尤其是蘋果的庫克 這一次我們看到他 這樣子的一個計謀 會不會就是你商人 畢竟不管怎麼講 都還是在商言商 他這一招 他不跟著川普全面起舞 他反而是不是有一點要用 露氣來制裁台氣的味道 制衡台氣的味道 對庫克來說 我個人觀察 庫克大概有接近20多年的一個時間 他最專長的是什麼 他最專長的叫平衡 什麼叫平衡 他可以把製造做到非常非常完美 他跟賈伯斯是完全不同的人 賈伯斯是夢想家 他是成本控制家 對蘋果來說的話 當然是兩邊都不要得罪 如果印度可以做 太好了 可是中國 中國怎麼可以放棄 我先來跟各位談 中國在過去兩個月 是算比較差的 3月份蘋果手機賣了250萬支 4月份賣了390萬支 這麼大的市場 你怎麼可以去讓他跑掉 當然不能夠跑 所以要怎麼樣 要面面俱到 這次面面俱到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這個想法 可能就動到偽創的一個頭上去了 為什麼 先來跟各位談偽創 偽創為什麼要賣這個場 當初這個新聞的過程當中 假日新聞出來 郭台銘聽說整個跳起來 震怒 其實有震怒嗎 其實這個消息已經外面流傳 流傳好久了 為什麼 因為就目前來說的話 力訓他在亞洲的一個佈局 單單在台灣 他就有誰 他就有好幾家公司 都還在所謂的物色當中 最近連可乘都要加入所謂的一個 力訓他整個所謂的製造團隊 我們這時候就要談論到一個人 這個人叫誰 叫王來春 為什麼要談論到王來春 各位來想想看 王來春如果照我們台灣人的算法 他很年輕 他56年次屬羊 可是各位 過去30年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從一個女工 然後來到了組長 從組長來到了廠長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他的整個現金水位 他的整個資產 跟郭台銘一樣多 一樣是1900億台幣 神不神奇 非常非常神奇 可是王來春 他為什麼能夠這麼厲害 因為他就是女版的郭台銘 他甚至於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別人家都會寫什麼毛語錄 寫什麼語氣對不對 他辦公室裡面寫什麼 寫郭台銘說過的話 他把郭台銘 視為他最大最大的一個偶像 所以當他要出去 開工廠的一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說 他這個一個女生出來 他真的做得起來嗎 可是他有很多事 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他一開始連女工都找不到 很多人說 我在富士康這邊做得好好的 我幹嘛要跟你到立信去拚天下 他說你在那邊領2500 你來我這邊 我給你領7500 走不走 薪水一跳跳三倍 很多的那些所謂的幹部們 過去在整個這些傳統廠 一個月領多少 領1萬塊人民幣 他說你在那邊做 你就是一輩子做人家的打工仔 你跟著我一起來奮鬥 創造未來 我給你2萬 但是未來我給你股票選擇權 我還要未來去併購股票 我們要直接做上市 很多人說真的嗎 他真的有辦法做上市嗎 他真的去併購 而且他真的做上市 他那時候跟他哥哥說 我這樣一個人搞不來 這麼大的一個江山 我們怎麼能夠一起做 一起來做 他哥哥說你是一個女工 我只是一個做工的人 我們兩個加在一起 真的能夠創造出未來嗎 這兩個人目前總身價加起來 高達3500億的台幣 好驚人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目前要看的就是說 中國紅色供應鏈 在過去230年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把電子製造服務EMS 已經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但是對偉創來說 偉創需要一個新的一個地方 偉創他目前在昆山的廠 淨值是120億元 去年總銷了1400億 理論上來說要賺錢才對 可是各位知道嗎 就看財報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不太好 為什麼 他去年做了1400億台幣的一個產值 可是他賺錢賺了2億9700萬 算一算賺的錢很少 為什麼 這個是有非常嚴重 所謂的會計制度的一個問題 什麼叫會計制度的一個問題 你是台廠 你的整個折舊攤銷 只有5年的一個時間 你這些新廠房 新設備 新機台 要快速攤銷 可是我如果今天移到 所謂的一個入場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一來我政府可以拿補助 二來政府有所謂的一個 租稅的一個減免 單單在整個會計處理上面 剛跟各位談台廠的整個攤銷5年 大陸的入場攤銷 可以攤銷到15到20年 所以雙方在整個競爭的一個規則 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一組點就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就這個觀點來說的話 我認為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叫雙贏的一個行列 所以他賣了並不壞 賣了之後如果他未來去新加 對不起 去馬來西亞開 去印度開 去找新的市場 其實這是不壞的 但來到這個地方 首先先達到的會達到誰 會先達到核碩 因為過去他們所做的是比較低階的 所以核碩會被先達到 後面一個播放的話 最近最擔心的是誰 其實反而是鴻海 為什麼 因為iPhone12 如果到時候力訊切進來的過程當中 老部繼續用 金 吞 蠶食 鹽 鹿 吃 吃完了之後 如果這個市場被吃走了 該怎麼辦 但目前劉良偉 他唱制法說會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說什麼 我們目前鴻海要往高產值去走 所以現在對鴻海來說 做手機可能是必要的 但現在他們未來想的 電動車 新的5G市場 才是現在鴻海要的 而現在來看的話 力訊今天在台灣 已經在做出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我們看到 蘋果這一次壓寶力訊 他會不會就真的是 讓鴻海插了一旦 對鴻海來說會得內傷 而且是重傷 那麼另外一方面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等 很多果粉都在等 說iPhone12會降價 跟過去來講的話 他會燒燒賣是不是 是 但是有些果粉他不認同 因為他覺得我今天買蘋果手機 就是要維持以往的高大上 你現在你看 iPhone12可能傳出說 它不會附贈USB的充電器 然後也不會有有線的耳機 那些哩哩哩哩周邊都沒有 為什麼蘋果要這麼做 很簡單 因為它要入主中低階的手機市場 因為以往都是高大上 結果導致你知道 它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國家 它可能就賣不出去 我就以印度為例 比方說它在印度的市場 大家看一下 我們印度 在我們的智慧型手機的銷售上 根本沒有蘋果的排名 好 所以以印度為例 我要打進去 那我是不是要做 我是要做中低階 好 講到中低階 現在市場就傳出來說 蘋果可能還會做300塊美金 不到的智慧型手機 甚至有人說是200塊美金 為什麼 很簡單 看看去年 去年這2019年的智慧手機 這個龍頭排行 第一名當然還是三星 第二名是華為 第三名是蘋果 Apple 可是大家看一下第四名 小米 再來OPPO 再來Vivo 再來Lenovo 你有沒有發現蘋果很尷尬 因為它是前有華為這隻狼 後有小米OPPO Vivo Lenovo 這四隻老虎 前有狼 後有虎 我該怎麼辦 好 就說印度 他在印度裡頭 找到了一個解套的方式 你知道嗎 庫克傷人就是傷人 但世界線大亂 他看到川普要圍堵大陸 圍堵中國 好 所以要很多美資 能夠從大陸撤掉 我配合你 但我又不敢全撤 我就撤個兩成 我撤了哪 我就撤印度 為什麼 因為印度線中印關係 不是很緊張嗎 我就撤到你撤 有機可撤 我去撤什麼 撤你印度因為民族主義 反大陸產品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手機的一個空缺 庫克好厲害 他既賺到了印度低廉的人力成本 然後他還可能可以吃到印度的市場 而就在庫克打這樣的一個 乳翼算盤的同時 有人撤到槍了 誰 力遜 就回到了我們剛剛 前面來賓講到的這個主角 這力遜因為他 剛好他做的就是中低階 從以前的連接器到後來 他又剛好有在幫蘋果代工這AirPods 所以你現在用138億元台幣 又買下了偉創旗下的 偉心之通昆山廠跟偉創投資江蘇公司 你等於是聯償代單的買過來 因此現在iPhone12這塊餅 力遜可以分一杯羹 但這分一杯羹 你就撼動了誰 撼動了鴻海 為誰 你知道去年 力遜精密他的營收 只有鴻海的1% 獲利鴻海的17.26% 連兩成都不到 抱歉那是去年 過去種種 譬如昨日只來看今日 現在我以力遜精密的 這樣的一個股價來看 千尉你看去年 2020年下半年的時候 他才30塊 現在漲到2020年7月 他已經來到快60了 所以換算過來 王萊春他力遜公司的市值 已經超越了鴻海 來到1.6兆台幣 然後王萊春 女董事長的身價 94億美金 也勝過了郭台銘 郭台銘46年來的 鴻海王國的地位 竟然被這個鴻海出身的女工 現在要撼動 你會不會覺得商場是吊詭 來 我們來看看 何謂吊詭呢 你知道庫克 剛剛我們來賓講得好 他是一個管理大師 他擅長平衡 我加個恐怖 他擅長恐怖平衡 2017年以前 我庫克到了大陸 我是鴻海也見 理性也見 我2017年他只見王萊春 力遜 庫克去見了王萊春之後 還在微博 不是推特 是微博寫什麼 他說一流的工廠 了不起的專業 融入AirPods的製造 我很高興跟他合作 所以大家來看 王力遜這個當初 從女工作到工廠的廠長 本來在鴻海可以安身立命 他選擇出來買下香港力遜 再把 李海龍 你知道大陸的狼性 他再把郭台銘語錄 來自理立訊 然後用你的營運模式 是師承你 然後生產的產產線的產品 又跟你類似 所以人家講 鴻海一手培養出來的 這個怪物 現在很可能反過來反噬 不過我們說到大陸的古王 就是貴州茅台 但是最近這是一瀉千里 狂蟹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大陸官媒特別點名 貴州茅台本週的這個股價 又創新高了 各位知道嗎 它的市值已經來到9.3兆新台幣 就是因為它的股價 不斷的在攀升 大陸的官媒說了這句話 這句話是什麼 好 他說酒是用來喝的 不是用來炒的 更不是用來輔的 說得好 酒不過是用來喝的 怎麼會是用來炒的 這一說還得了貴州茅台的股價 立刻應聲暴跌了7.9% 它的市值蒸發多少 1739億人民幣 真是看它起高了 一下子又暴跌 說到茅台 大家都知道 送禮跟這個 要跟官員喝酒的時候 茅台一端出來 大家就知道它的感覺了吧 對不對 有人就講了這句話了 喝茅台有面子 長茅台有價值 送茅台有位子 還講得真貼切 不過就把這個大陸的 這些社會現象 完全描述在這一句話當中了 大家也知道 飛天茅台大概1499人民幣 有黃牛在炒作這個茅台 也就是說 你1499買了這個飛天茅台之後 轉手可能就可以賺個1000人民幣 當然如果你資金充足的話 又黃牛說 這個一個月賺個200萬 這完全不成問題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 喝的黃金 是嗎 講到茅台所呈現出來的 社會現象 咱們就要來講講 這個收賄的文化了 你不要以為 賄賂就只用這個茅台 茅台為什麼會讓這些人喜歡 不是它的酒香 是它這個酒裡面 發作出來的那種 權力的滋味 這裡面有一種致命的誘惑 為什麼要講致命的誘惑 就來講 有一些就要這個行賄官員 我們都說 就送個情婦給他 早期不都這樣嗎 送房 送車 送什麼都有 但是又聽說過送兒子的嗎 這真的想不到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 他怎麼行賄的整個關鍵 好有趣 為什麼講的有趣是這樣 來 這裡有一個海特電子集團的 老闆叫關城山 他一直希望能夠 跟大陸統計局局長 叫王保安打上關係 通常打上關係 其實中間有中間人介紹 就去跟這個王保安喝茶了 在喝茶聊天當中就 你知道你要賄賂這個官員 你要知道他缺什麼 他突然發現這個王局長 啥都不缺 有房 有車 好像東西也多 但是他在言談當中 這個王局長就說 你知道我這個遺憾 我就是沒生兒子 這個話聽在這個 關城山的耳朵裡 他就跟局長說 局長 這是我能辦成 你怎麼辦 你且聽我的消息 之後他還派人 直接就到王保安住的山東 去幹嘛 你知道嗎 取經 去了好多趟 幫他先生了一個兒子 怎麼生了 當然就找到李育母生兒子 生了第一個兒子的時候 這個局長高興不得了 結果還生了第二個兒子 你知道生兒子的代價很高 將近1455萬台幣 兩個兒子 當然這些錢都是關城山付的 付了之後不得了了 王保安只要升官 就帶著關城山 跟他的弟弟 一路就扶搖直上 從2011年到2012年開始 王保安的幫助之下 關城山光是向大陸 申報這1.8億人民幣 將近7億的國家補貼 然後王保安本身 他的這個行賄 也就是說貪污的這個 金額將近6.43億台幣 為了兩個兒子 他就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當然所有人都鋼鐺入獄了 除了這個行賄的這種 白白種的官場嘴臉之外 來看一下這個是來自貴州 你知道貴州有一個獨山縣 這個地方非常貧困 他窮到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他只有35萬的人口 每一個人一年的收入 將近2300塊人民幣 不到台幣的1萬塊 也就是說非常非常的窮 以這樣的窮相僻壤 獨山縣竟然可以舉債 400億人民幣 你知道舉債400億人民幣 幹嘛 蓋大樓 人民都吃不飽了 你蓋這些大樓幹什麼 400億人民幣當中 蓋了一個很像紫禁城的 山寨板紫禁城 接著還有一個大樓 號稱是天下第一水絲樓 這些大樓蓋著 蓋著 蓋到一半就蓋不下去了 為什麼 沒錢 而且光是蓋這個大樓 你取得的土地就非常不正當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發現說 有很多的民眾的家裡 就被這個政府給徵收了 也就是這個土地的 徵收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很多貪腐的問題 在這集中當中了 接下來房子蓋了一半 錢不夠了 然後縣委書記 這些官員也跑路了 為什麼 因為貪腐甚至於給解職了 最後好可憐是 獨山縣這些居民 因為他們平均 因為35萬人口 每一個人要背11萬人民幣的債 接下來就看著這些樓 而這些樓又不能吃 就印了大陸人民說 他們最痛恨什麼你知道嗎 只搞形象功成 不管百姓死活 你們這些貪官污吏 留下這些樓 不就再留給民眾了嗎 對 貪官污吏好多 而且貪官污吏白白走 那麼從習近平一上台之後 就不斷的在打貪 可是打貪打到現在 還是打不勝打 單單談一個茅台酒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奇怪了 中國也不是四大名酒 四地八方 各地都有不同的一個名量 為什麼茅台酒特別好 對 他的身價為什麼特別好 行情特別好 第一次當整個毛澤東 在款待尼克森總統 可能年紀老一點的才聽得懂 年紀小一點的沒關係 就當叔叔在說故事 那個時候茅台酒 還名不見經傳的時候 毛澤東請尼克森吃飯 尼克森是美國總統 當天在座是美國駐中國大使 他叫做老布希 老布希後來也當了總統了 當天兩道菜端出來 拿兩道 一道叫做茅台 另外一道 那個老布希沿路一直吃 Delicious delicious 真好吃 後面大家才知道 這個叫做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人人可訪 貴州茅台他就沒得訪 貴州茅台後面它變成什麼 變通貨 所以貴州茅台做了 大家喝不喝 幾乎不喝 達官貴人才喝 一般的民眾拿了貴州茅台 拿來幹嘛 收藏 為什麼 因為收藏會漲價 例如說我們現在 舉大陸的一個例子 茅台的股價一直漲 茅台可是拿不到的 茅台他就固定那幾個爐子 固定那些工人 他不像我們台積電 一直擴長 沒有 他們是有師傅制的 他們就是那幾個 每年生產時間到 他就是這麼多 這麼多外面就排隊了 所以茅台在賣一坪1500 一坪1600人民幣 一拿出去一轉手賺300 再一轉手賺1000人民幣 這個當中堆疊又堆疊 堆疊又堆疊 所以是什麼 是貪腐的硬通貨 所以說了一句話說 桌上茅台有面子 然後收藏茅台有理智 重點是送禮茅台什麼 有位子 官跟官之間一定要送茅台 問題來了 元恩國 之前茅台的董事長 之前茅台的一個董事長 他在做整個茅台的過程當中 剛剛已經跟各位談了 茅台是這麼的珍貴 每個人要不要搶配銷 要 你要跟他搶配銷 要不要跟他打好關係 要 所以不能元恩國出場 他的太太 他的兒子 大攤特攤 攤到什麼地步 連他的司機都有人買通 所以大家都去找 盡量的給 盡量的給 元恩國他當然要上下都打 元恩國出事之後才發現說 他真的是太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他也把他的上級 打點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茅台是什麼地方的公司 貴州的公司 貴州省的常委 副省長 他叫王曉光 王曉光他沒有什麼不好的興趣 他就是收茅台 一收茅台收幾瓶 收4000瓶 收4000瓶的時候 當他東窗事發的過程當中 大陸公安 武警 請去大家敲門 副省長 開開門 他門一直沒開 拖拖拖拖多久 拖了3 40分鐘 叫他在幹嘛 他太太跟他 把茅台趕快打開 倒到碼頭 把茅台一直打開 倒到碼頭 沿路一直倒 沿路一直倒 後來警察忍不住了 去拿了整個撞 衝進去 衝進去的一個過程當中 才發現裡面4000多瓶的一個茅台 倒掉了1000多瓶 手上還剩2 3000瓶 那個都是錢 各位 每個年份不同的一個茅台 對茅台來說的話 不同的一個年份 有不同的一個飛鏢 不同的一個飛鏢 有不同的一個所謂的雷射鏢 每個集結起來 那個一套就富可敵國了 然後後面王小光被抓完之後 他才說 你收集那麼多茅台幹嘛 早知道你要嘛把他賣了 早知道你要嘛就把他喝掉 放到這邊 我們全部都倒到馬桶去 結果我們現在家裡面還出事 所以就現在的一個架構來說的話 最近茅台的價格 因為中國中央在做整個 打攤打斧的一個狀況 所以價格做一個 大幅度的一個摔跌 這個是目前看到的 但是我要再跟各位談一次 你們不要認為茅台會跌太多 為什麼茅台不會跌太多 因為這種事情 在過去幾年的過程當中 幾年它就發生一次 過了幾年 當長官他在打攤斧 茅台的價格它就掉下來了 可是掉下來的過程當中 請各位不要忘了 茅台它就跟什麼黃金 跟什麼石油一樣 它有上下的一個波動 它波動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比較不好 最近可能長得比較高 但是當整個中國又回到了 過去的那些所謂的 官場形象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就會再需要很多的一個茅台 現在的一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這一波對整個川普來說 他要去打 他要打什麼呢 目前他要去打就是說 他已經去針對新疆的 那四個官員 特別是維吾爾族的人打下去了 目前大家都在看 你到底對於整個 所謂的港版國安法 你到底是打真的還是打假的 但目前我們來看的話 美國在打 中國的一個貪腐 感覺有點高高舉起 輕輕的一個放下 同樣的道理 我認為茅台短線 可能只是短線往下走 為什麼 它每年製造的量就是那麼多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中國有十幾億的人口 中國有一大堆的官 這些官過去 他們就有茅台的文化 而未來如果茅台還要持續的 整個走下去 這些官員一個一個 又往上升的過程當中 茅台的價格 它是會回來的 不過現在對 中國政府來說 真的是內憂外患 尤其在外患的部分 來看到中印邊境的火爆對峙 現在到哪裡了 我們看到這個印度的態度 好像就是一副 真的要像大陸宣戰一樣 那麼聽說 最近還派了一支什麼 幽靈部隊上山 這是什麼樣的部隊 國防部長都去了 幽靈部隊當然也要出來 先講上禮拜五 印度的國防部長 直接到中印衝突的邊境前線 去展現決心 寸土不讓 但結果結果解放軍說 抱歉 我寸土不撤 你不讓怎樣 印度講你現在班公湖 北面山區你給我車出去 但是解放軍毫無動靜 怎麼辦 沒關係 印度果然就派出了一支 神秘的部隊 被人家發現在喀拉昆倫山山口 有這個叫摩托車幽靈部隊 這很厲害 我告訴你 他有11個人 對 你沒有聽錯 只有11個人 然後那裡頭有軍官 但也有民間的摩托車手 然後他們就是混編之後 他們就是要駕著摩托車 然後在高原展現他的突擊力 因為你現在看到都是坦克 都是我們講裝甲 他機動力沒有那麼好 摩托車就可以 然後遇到解放軍 然後後面的機槍手 就直接這樣子 在顛破的山路上 這樣掃射 結果後來人家問 請問你這樣瞄得準嗎 而且才11個人是要怎樣 而且還有一半可能是民間人士 我告訴你 我以當初的兩義戰爭為例 伊朗也有摩托車幽靈部隊 結果在伊拉克那邊 被伊拉克打趴 打好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我剛剛所講的 重看不重看 但印度人就是這樣 你不要小看我們 重看就好 為什麼 他在支發我們印度人的國族主義 民族精神 一致抗中 所以其實他好像有這樣 精神上的效果 好 那到底真正的Muscle 你印度在哪裡 有 你知道他們現在最後買了 五架的阿巴基直針機 已經進去了 另外法國的疾風戰機 月底要交貨 此外還有他跟以色列 買了倉務無人機 還有美國的掠奪者無人機 來 軍事迷看一下 你知道這兩個無人機不簡單 它屬於中高空 高滯流 就是我們講的你可以飛很遠 飛很久 而且在中高空 而且他不是只有偵察 還能夠打擊 叫查打一體化 好 如果印度的軍人 進不了的地方 去不了的地方 巡路不了的地方 就靠這個無人機了 好 你現在看到人家也是有 那解放軍呢 我告訴你解放軍 他為了落實 不可以有武器的衝突 只能用拳腳的 所以他就乾脆武術訓練 你知道他現在包括 格鬥 散打 柔術 好厲害喔 他們現在在這邊直接就是 你印度秀股 我練股 而且解放軍一字排開 五個大隊伍 我講給你聽 包括有 雪鷹空中許多隊 雪哥極力投擊隊 雪狼極限攀登隊 雪狐高山快反隊 雪鷹高岩抗擊隊 有沒有覺得印度剛剛的 摩托車幽靈隊 11人加民間人士加入 有一點弱調了 但是大家曉不曉得 其實莫迪跟美國人想的不一樣 在軍事的預算上 大家看 印度它只有500億美金的軍事預算 大概500多億 可是人家解放軍 大陸卻有2000多億的美金的 這樣的一個國防預算 是不是差了將近有四倍 對 那為何印度人其實想的 跟美國人不一樣呢 美國人很簡單 我現在趁就是要大家同籌敵蓋 你莫迪要跟我川普同籌敵蓋 所以我把你餵飽 餵滿 我賣武器給你 我趕快叫外資去你印度 給你賺錢 可是有個條件 你要圍堵大陸的一帶一路 西進到中東 甚至是歐洲 這才是我美國人川普要的 可是莫迪想的不是 莫迪滿腦子想的就是 想什麼 我美金要 我人民幣也要 我雖然在選舉大選中大勝 可是我的經濟 他迂語雄掌 我這個經濟在印度 受到很多人的質疑 他現在包括了他物價 因為他資源費超令 所以他現在物價的管制沒有做好 然後他的經濟的這個 我們講的外資進入的這個步伐 又很牛步 然後你曉得嗎 包括他們現在莫迪他本身 他的這個我們說的 他們文盲術 或者是他們的這個 新冠肺炎疫情的程度 都超乎嚴重的想像 所以現在印度人想得很簡單 如果今天誰給我牛肉 那我可能就往誰那邊去靠 我比方來講 現在你表面上看 莫迪他可能現在 疫情現在是美國 第一 然後巴西第二 他是第三 然後再加上經濟上面來講 他是不是要能夠想辦法 讓印度的經濟變得更好 他才有辦法 能夠對人民有所交代 這個時候 美國如果拼命的給你東西 可是如果有一天 大陸他也跟你 印度就是演演戲 好 你在這邊陪著美國 在那邊吵吵鬧鬧的 在邊境吵鬧鬧鬧的 我就陪你演演戲 有一天 我突然斷了三盆半的牛肉 到你莫迪前面 那你是不是難保莫迪 會回頭給川普一巴掌 說到這 我們來看到台灣這邊 我們在拚命的想要振興經濟 所以推了振興三倍券 三倍券之後 還有一大堆的券 在這幾天都歡迎觀眾朋友 去搶 好 可是有一點點覺得 政府的明明是美意 可是怎麼會搞到後來 還是惹了出一大堆的民怨 尤其是我們說這些勸責 在搶 在登記的過程 你可以預期得到 這個完全可能都會大當機 可是每次都讓它發聲了 你就會覺得說大當機 好像是一個過場 一定要走是不是 這條 是 現在中華民國 要成為國民的 就是要忍受當機跟排隊嗎 是我們這樣 國民應經的義務嗎 我不曉得 三倍券現在很多人領到了 大家都知道 這支三倍券為了怕人家衛造 所以很多的防衛機制 去做十幾項這麼多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他們最神奇的就是 他的這個防衛機制是隨機的 不是每一張都有 全部那十幾項 比如說像這一張200元 像很多人會去看梅花 其實這一張有梅花 有在這裡 他的位置也都不一定 是 但是這一張500元就沒有 你看不到梅花在哪裡 不知道 沒有梅花就代表它是假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 還有什麼你知道 有絲線 比如說像這一支 這一張500元的 他們有梅花對不對 但這邊有一個螢光纖維絲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見 這個你找到的話 就表示它是真的 可是問題是 它的位置也不是固定的 它可能到處亂賺 比如說你看 這一張200元的 它也有兩根絲 看到沒有 它連數量都不固定 出現位置不固定 我有看過完全沒有那個絲線 所以那我請教一下 那是不是 第一 我所有所有店家 我是不是要把你這十幾項防衛 我全部記住 你知道嗎 它有的防衛 你要用放大鏡才看得見 你知道旁邊這個台灣 好辨識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字 然後台灣一直連連連連連 這樣寫過來 可是你們在鏡頭上是看不見 因為這一定要 還滿大倍率的放大鏡 你才看得見 我想請教一下 當你的防衛機制是 不見得每一張都有 這十幾項全部都有 同時存在 那它是隨機的 我請教一下 如果它只符合裡頭 三項或五項 那到底是真的還假 對 我請教一下 它到底要算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中間問題 不是麻煩很大嗎 如果我是一般人 我能夠不拿 我也最好不要拿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分辨 它到底是真的假 我很難去分辨這種東西 再來我跟你講 現在不是只有三倍券有問題 因為政府與此同時 其實推了一大堆的券 包括什麼 農油券 客裝券 義方券 董事券 這一大堆 那抱歉 這是有特殊資格人才領取 像農油券 農油券這個就天才了 他一開始沒有什麼宣傳 所以第一批 他只剩500萬張 第一批250萬張 太少人去抽了 太少人去登記 所以全部中獎 百分之百中獎 結果第二批 他加大宣傳力道 一下全部人都跑來 他只剩下335萬張 可跑來347萬人 結果又太多人來了 結果現在中獎率往下降 降一點點百分之96 但我必須說 我如果升到4%人我就懊死了 為什麼一定要都會中 我就沒中 這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農業圈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要求你一定要跨區才能使用 本來我相信政府的意思應該是說 你跨區去旅遊 還可以去買什麼東西 我可以加碼消費 錯 你要知道農村的人大部分都很節省 而且這只有250 你覺得250人家會幹嘛 我可能去直接到隔壁的農會 我去買超商或什麼 買把菜買什麼東西 買買掉算了 所以完全是替代性消費 但我們沒有辦法發揮我們的功能 再來客裝券 客裝券浪漫客裝遊 你知道這個東西 你要先去有智慧英手機 你才能夠申請 然後你要去加入他的群組 加入這個群組之後 然後你還要去填寫這些資料 你填寫你自己的資料之後 還要再填寫長輩的資料 然後最後還要 你知道嗎 最後這個長輩的資料 你還要有他的身分證 身分證照片 我們正常人不會有 長輩的身分證照片 所以我們怎麼辦 最後是選擇照相 現場照 填上去OK 對不對 錯 你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抱歉 為什麼 全部重來 前面做白宮 對 前面白填了 全部再重來一次 搞多久 就為了這個 後來他們發覺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要先把照片先拍好 拍完之後 直接上傳 這樣子才會有效 你光是這樣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設計的 也太奇怪了 這也很詭異 你不然就乾脆 讓人家沒有照相的選項 直接只能夠用上傳的 因為你那個有BUG 結果它還是存在 就存在的結果就是 有人光去幫兩個長輩申請 就搞了半個多鐘頭 搞了一肚子火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長輩 有的長輩可能是民國幾年生的 民國十幾年生的 他大概我看手機直接飛出去 已經變飛鏢了 你就受不了了 同樣的這個譯放券 文化部有這個譯放券 抱歉 你如果是智障型手機 你沒有辦法申請 他一定要智慧型手機 因為你要先去下載APP 你才能夠申請 你知道很多老人家 一看到智慧型手機 他就昏了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用 而且通常就是越窮的人 我們越希望能夠給他多一點補助 我明明是已經窮到 我買不起智慧型手機了 現在是反而智障型手機的人 被你強迫 你被剔除了 你不能來申請這個東西 因為我根本不會申請 董資券也是一樣 董資券他是用開放上網的 那應該比較OK了對不對 上網比較沒有這些爭議 資源比較大比較看得清楚 錯 因為他這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 只是你一上去就當機 他就直接給你盪掉 盪在那邊 一盪就給你盪了14個小時 所以我們政府拜託 我知道你們有一些美意 可是拜託 連一些最基本的除錯都沒做好 這樣會不會太落差一點 好了 其實政府就是希望 大家走出去 多去消費 多出去旅遊 多去玩 可是說到旅遊 最近其實看到這一隊 從比利時來台灣的情侶 他們所拍攝的這個影片 引起了大家討論還有熱議 他們說被砂石車司機逼車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集集分局的 副分局長不說還好 一說簡直是討罵 沒有錯 難道被砂石車逼車 是我們台灣民眾的日常嗎 這一對比利時的情侶 他們在世界到處旅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台灣比較長的時間 他們也是很知名的Youtuber 這一對情侶 他們是開車開在南投的魚石箱 於是他們就發現 後面有一輛好大的砂石車 一直貼著他們貼著他們 根據這個情侶的形容 後面的砂石車車頭 幾乎貼近他的保險檔 你說這不是B車什麼 這才叫B車 現在有影片對不對 而且B車什麼時候 成了台灣民情 不是 重點是 我們看我們覺得是B車對不對 這個影片因為非常有名 很多網友上去看了之後 照理說你集集分局的警察 是不是該開單 因為這個砂石車 涉及的是危險假設 這個集集分局 副分局長 他就出來講話 他說是這樣 這些外國人 不了解我們台灣的民情 你講這話真的討罵 因為所有人看了那個影片 都是B車 他說這不了解民情 我認為這沒有B車 不至於B車 是這樣 這個砂石車可能是要 想要超車 所以就讓外國人 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什麼感覺 他就是危險駕駛 結果這個集集分局的 副分局長這樣一講之後 不得了了 他們的臉書馬上被灌爆 你知道好多網友就直接開罵 就說難道台灣民眾 被B車都是日常嗎 都是活該 都是應該的嗎 之後這個副分局長 當然他們有出來說明了 就說謝謝大家指教 然後就說了一堆的數據說 其實我們也有 曲替違規這些價值 有幾件幾件 所以大家就息怒 息怒 息怒個什麼 這件事情多丟臉 你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被B車 就是我們習慣了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在新莊也發生 另外一件事情 是這一對情侶她要過馬路 各位 過馬路 我照著這個路燈指示 我就過了馬路 應該是沒問題對不對 這個小貨車 她正要左轉 注意 然後那一對情侶不見了 立刻被撞到在斑馬線上 她沒在看的 我必須講 我們今天講的是職業駕駛 包括前面的砂石車 我們知道你們很辛苦 為了生活奔波 賺得又不多 的確很辛苦 這個小貨車顯然是 為了要趕著送貨 照理說左轉的時候 你應該要減速 你也不能變成說 你沒有看見這兩個人 這位謝小姐跟她的男朋友 謝小姐被撞了之後 昏迷指數3 現在還在醫院 她的男朋友被撞傷之後 也說這車子是怎麼開的 各位 他們是根據綠燈 然後走斑馬線 你就這樣子過去 顯然你沒有減速 講到減速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講在蘇花公路上 這個砂石車 你知道我現在越來越發現 台灣最恐怖的風景 恐怕就是這些砂石車 這位砂石車的駕駛 其實是要幹嘛 它要超車 你知道這個雙線道超車的時候 它會開到對向車道 就是開車習慣很差 可是根綠燈 蘇花公路已經很危險 你又為了超車 所以開到對向車上 於是有一個摩托車 它騎過來的時候 碰 立刻被撞飛 我的天 這太過分了 好 我們看到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所以接下來生物老師 又要帶我們來看到 一些很神奇 很奇特的生物 是我沒有看過 我們是統稱為怎麼樣 外星生物 而且有一些生物 其實讓人好奇的 並不是在於 它到底是哪一種生物 而是有人好奇它 它到底是不是 這個地球上的生物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 這個就這樣子扒在岩石上的 這個到底是什麼 結果有人去描述了之後 目前在外國的網站上面 有兩派的拉鋸 當然他們目前大部分 應該都認為說 這應該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有一派的人認為 這個就是玩具而已 哪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那種長長的黏黏的 你把它丟在牆壁上 它會慢慢掉下來的那一種玩具 但是另外一派的人說 不是 這是外星生物 因為你看它的模樣 更大的重點是 它有一隻眼睛 而且眼睛還閉起來 其實我看不太清楚 不過外國人說他們有看見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 對 而且還依據外星人 調查的一個社群 所以他們還有人說 這個應該是外星人無誤 但是接下來這個生物 大家就不要害怕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 好像看到一隻蛇 又來了另外一隻蛇 但是 這蛇怎麼中間連在一起 那這中間是殼嗎 它是螃蟹嗎 結果有人猜出來這是什麼嗎 PO影片的人是說 請大家幫幫忙 幫忙看一下這到底是什麼生物 不過我認為這應該是羊穗族 這應該是羊穗族 我們台語叫做海鴨鴨 大陸那邊可能是叫做海蛇尾 羊穗族其實它跟海生 海鮮 海膽 都一樣是雞皮動物 不過其實牠們是不同的類型 這個羊穗族 其實小時候我在海邊也抓過 不過大家 因為羊穗族的種類非常多 如果你要抓牠的話 其實你要動作很慢 因為千惠我們這樣看起來 覺得牠有點恐怖對不對 其實牠滿膽小 因為你只要拉著牠的手臂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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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拉的力量太強 牠會自割 你這麼喜歡 那我斷掉給你好了 然後牠就跑掉了 所以其實這應該是羊穗族 應該也不是外星生物 但是剛剛那些都是看一看而已 接下來這個大家知道嗎 接下來這個是可以吃下肚子 來著這個湯匙 上面看起來好像有一個大餛飩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人就拿一個 很像竹籤 很像牙籤的東西 你這樣慢慢的可以把它搓下去 然後搓下去之後的話 然後裡面東西流出來 就看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 這是可以吃的東西嗎 結果千惠你知道嗎 這個竟然是他們說日本料理 一個很高級的一種料理 這個竟然說叫做章魚卵 章魚卵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應該是一個章魚的卵頰 因為章魚其實有時候章魚媽媽 他會把卵一顆一顆的生出來 有時候會生成像一串葡萄的模樣 有些會一顆一顆 大家如果不會害怕的話 你仔細看有沒有發現 他把它勾破之後 流出來的東西看起來 也是有一顆一顆一顆的模樣 大家就很好奇 然後你這個已經擺在盤子 或湯匙上了 然後要把它煮熟嗎 他們竟然有人說不要 直接這樣吃 加一點醬油或加一點芥末 然後就直接把它吃下去了 然後有人說它有一點奶油味 有人說它吃起來像這個Igura 就是像這個鮭魚卵 然後混Taco 反正就是很特殊的味道 不過這個料理 好像在台灣不是很流行的 所以我們不常有機會看到 但是我們不要講章魚卵好了 我們直接講章魚好了 章魚會睡覺 大家知道嗎 這集在美國 他們其實就公佈一個影片 他們說這隻章魚的名字 叫做Heidi 然後Heidi在睡覺 你看他都沒有動 但是大家仔細看 變色了嗎 對 在睡覺也會變色 而且你看還沒變完 有沒有發現持續還在變 結果先問你知道嗎 根據飼養Heidi的人說 Heidi他現在變色的模樣 竟然跟他平常醒著的時候 的什麼行為是一樣的 獵食的時候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竟然就推測 Heidi在睡覺的時候在做面膜 而且他還夢到 他去抓了一隻螃蟹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顏色本來是淺的 後來變深了 就是等於是他看到獵物 然後飛起來 然後接下來抓到獵物 然後開始啃 所以他變色是在做夢 對 很有趣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影片最後 就直接說他在dreaming 就是說他其實應該是在做夢 好吧 我們不要看做夢的 我們看真的 哇跳跳的Taco好了 外國人有時候就傳掉 你看這個拉釣繩就拉上來 看看他釣到什麼東西 還滿沉的 釣章魚 有沒有看見 章魚的口盤在腹部的中央 來把鉤子拿起來之後 這次看到它的顏色 直接把它丟到甲板上對不對 要繼續釣下一隻 結果剛剛說是什麼顏色 有沒有 也變色了 有人說他是怎樣 嚇到整個顏色都蒼白是不是 可是有人說不是 他是一到環境當中 馬上就變成那個環境的模樣 希望能夠融入環境當中 對 看看是不是能夠脫逃 當然其實章魚變色的力量 非常厲害 有人說跟他肌肉的收縮 然後很多的社會細胞結合有關 但是他的特異工 還不是只有變色來畫面上看到 又是一隻被釣上船的章魚 然後這個章魚他發現 這個船邊邊有一個很小的洞 我們現在完全看不到 這個小小的洞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笑說 你也比較拜託 你這個章魚那麼大隻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腕 在手這麼多隻 然後這個頭又那麼大 怎麼可能 所以大家一點也不以為意 然後就慢慢看 慢慢看 你要演這個章魚大逃脫 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看 結果大家仔細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從船的另外一側 已經是靠外側了 所以他的腳這樣 慢慢一隻一隻伸出來 一隻一隻伸出來之後 然後就當作 這個吸盤就當作力量 然後吸在船身上面 然後一節一節 慢慢把自己的身體 有沒有發現 整個拖出來了 然後就這樣子 他竟然就投奔自由了 所以其實章魚 他這個軟體動物 他全身唯一硬的地方是哪邊 就是他的慧 或者我們一般人 把他當作料理叫做龍珠 就只有那個地方是硬的 他那個地方的位置大概多大 大概是他兩隻眼睛中間的距離 所以你只要動 比他那兩個眼睛的距離 還要再大的話 基本上你不管章魚 整隻看起來多大隻 他都能夠輕易逃脫 都能夠輕易的跑到外面去 所以章魚不是只有會變色而已 他還是逃脫的高手 除了非常神奇之外 我們今天要來看到 非常神秘的古埃及 想到古埃及除了金字塔 當然就是木乃伊了 可是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在裹歐洲的時候 他們是吃木乃伊的 木乃伊怎麼吃 拿來治病嗎 沒有錯 其實很多人都怕木乃伊 因為木乃伊全身裹著 繃帶的樣子 讓很多人很害怕 但是有一些時候 沒想到我們竟然還能夠看到 木乃伊的表情 這個木乃伊讓人看得非常難過 怎麼會是凝結在一個 尖叫的表情當中 所以這個尖叫木乃伊 大家後來其實研究之後發現 她是個女性 大概60多歲 然後還是個公主 但是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她會停留在一個 這麼猙獰的表情 她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的死亡過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剛剛還有一些電腦斷層 還有一些醫療輔助的一些研究 結果後來沒想到 經過千年以後 她的死因已經被我們解開了 沒想到這位公主 她生前可能已經有 冠狀動脈已經硬化了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 引發心肌梗塞 也就是我們俗之間心臟病發 然後突然就過世 那她過世 就停留在一個非常痛苦的表情 然後她沒有馬上被發現 過了好幾個小時之後才被發現 結果就濕疆了 就整個就加硬了 表情也就凝結了 所以才發現 停留在這個樣子 但是千尾沒有錯 你剛剛講到了 就是木乃伊的話 沒想到在之前在歐洲 是一個很時薪很時尚 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甚至還可以說是當作一種 萬鈴丹來使用 萬鈴丹 對 大家很好奇 沒事誰會想到要吃這玩意兒 對不對 所以有人就是說 有此一說 可能是歐洲那時候流行一種東西 當作藥材叫做瀝青 可是瀝青的量又不夠 他們竟然不知道誰 就動腦筋動到了木乃伊防腐 過程當中外面的一些 化學物質上面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盜墓 盜了一大堆木乃伊來 然後就銷到歐洲去了 好 千尾你覺得木乃伊可以吃 要怎麼吃 直接啃嗎 敲下來吃嗎 磨成粉嗎 對 沒錯 你這樣講就對了 就磨成粉 然後看是泡什麼東西 來把它喝掉 但是真的有效嗎 他們覺得有效 他們覺得可以治百病 而且木乃伊千年不符 祈求來世永生的那個力量 還可以藉由磨成粉 轉移到吃的人身上 好 但是沒完 還沒講完 木乃伊這麼珍貴 他們磨成粉吃掉對不對 竟然還可以磨成粉 可以用來幹嘛 可以用來畫畫 有一種顏料竟然就叫做 木乃伊棕 一種特殊的棕色 別的東西做不出來 當然也有人說 你也不能怪過去畫家 因為你一聽木乃伊棕 誰會知道真的是木乃伊做的 以為只是形容那一種色調 像那個模樣而已對不對 結果他們竟然發現 它也真的是磨粉 磨粉之後跟別的東西再混合 混合之後再呈現出來 一種特殊的無與倫比的顏色 在很多的名畫上面 都曾經出現過這種顏色 所以其實很多人怕木乃伊 怕木乃伊會抓你 會吃你 其實木乃伊才要怕人 因為人會吃木乃伊 好 不過我們回到 這個現代科學來看到 就是台裔的科學家 他辦到了 他成功的下潛到 這個海洋的最深處 也就是馬里亞納海溝的最深點 他成為亞裔第一人 好 他下海挑戰這個挑戰者深淵 我們知道因為這是極端環境 所以非常的險惡 有風險 據說他事先已經寫好遺囑了 那麼當天他花了4個小時的時間下潛 花了4個小時的時間上升 那麼有2個小時的時間 他就是待在深海做研究 做觀察 那麼對他來講 他自己說這10個小時的海洋旅程 每分每秒都相當的震撼 而且非常的感動 我們知道其實這個 馬里亞納海溝有11公里深 我們就之前有人說 他們就是運算把一塊磚頭 如果丟到海底 他要多久才會沉到海底 克服了這個重力 福利 阻力 需要2.4個小時